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距离人真正的明心见性啊 他是不是在中道里面 什么叫中道呢 中道啊 是观人的心持 他不落有无 他不在有无之间 他也不在动静生灭之间 他只是一种观察的清醒而已 什么是觉者呀 觉者只是不迷 什么叫迷惑 分别取舍就是迷惑 什么是轮回呢 取舍了生灭就是轮回 这是我们人的这个身心本质啊 身心的这个实质的本质 它是虚妄的 这个虚妄的身心啊 它本身是不可得的 不可得的 它是自然清净 自然清净的 它就是周变万物 而如如不动的 这个是称为中道 中道是要在我们心灵深处的 专注心的清醒当中 去体正他 去体正他 针对于你的这个情况 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以后 以后如何去观虚空啊 在你 在你听我说话的时候啊 在你身心身处啊 伴随你的意识和体验的 有清醒的 知道你的意识和体验的 那一种安详在 那一种安详当中 是本身没有观察者 也没有被观察的对象 那个地方就是佛 就是法界 就是一中法界啊 距离我们三界啊 是非常的近 就是它只是一层觉知 它只是觉知的 共反两面 觉知的反面 就是我们人类的 心灵的这个 觉知分别啊 然后是体验觉寿啊 然后是这个 响音的凝固啊 愿望的这个习气啊 包括意识的分别 意识的分别和愿望的 这个习气 凝聚了你的心灵觉知 就会有你所看到的 这个世界 包括分别世界的你 包括观虚空的你 包括因为观虚空 而有的你的分别 这几样 全部都是在 觉知分别的 生命轮回当中 这就是三界 那么对于你来说呢 就是下一步的修行啊 就是要放弃 你过去 这一些所学的 这一些 这一些思想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实相是没有思想的 就实相里面没有分别 他自然也没有思想 他没有体验 他也没有感受 但是他又在体验当中 是体验没有办法 沾沾的那种清澈 但是他又在你的意识 和思维当中 是你的意识和思维 没有办法分 没有办法分别 颗略的整体 就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非常 深随奥妙的灵动 而这种灵动力呢 被我们的身心觉知啊 将它割裂 分裂成为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 我们的六十 所以说 防复和圣灵 只是觉知的正反两面 而觉知的正面是什么呢 觉知的正面 就是脱落了 所觉知的分别的 那种不可被觉知 分割的整体 而那种整体呢 因为它不可得 所以它圆满十方 因为它无所生 所以它随顺安详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取于相 如如不斗 现在我在跟你细细的 讲什么叫觉知 你们啊 所有的在人世间的人 人类 包括修行当中的人 在没有觉悟之前啊 都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这种认知什么呢 这种认知 是将意识当做了自己 这个错误的认知 认知了身体 将身体的感受和需求 当成了自己 这种错误的认知 将自己的情感的绝受 绝受的习气 当成了自己 你错误的认知了 意识的概念 将概念形成的记忆 当成了你自己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 为什么不能够 解脱生死轮回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错误的认知了 原本没有的幻境 而有了一个运势 幻境的分别性 那么如何在我们的身心当中 找到这个觉知呢 我跟你讲啊 这个是我自己 亲身实验的道路 也是我 也是我过去是 这个修行当中 最直接简单的 单刀植入的 一个方法 去感受 你心灵背后 基础基础中的 那个丝丝缕缕的 舒适和亲情 我跟你讲啊 觉知是人类 没有办法处击的东西 人类只能够通过意识 来探索世界 而觉知在意识的深处 就好像是你通过倒影 没有办法去 处击到光明一样 倒影是光明所产生的移动 但是这个移动的倒影 阴影 是没有办法接触的 那个不动的 投射倒影的主体的 所以我跟你教的方法 是让你直接去验证体验的 而不是让你去思维的 因为你要 你要你要 你要那个思维修的话 我前面几年 所写的这个生死和这本书 里面有大量的次第逻辑 包括那个对于 对于幻想的这种分析 足够你去思维了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让你自己 亲身体验的东西 你现在记起听我说 首先第一点 就是让你的身心 让你的意识 大脑和你心灵的这个情感和体验啊 处在一种非常安全的状态 安全 什么叫安全 大师 安全的根本的核心 是在于你可以放弃一切 就是如果你的心灵深处 那个愿望 是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的保护和维护的时候 那个不被保护和维护的参念和欲望所凝固的 那个就是安全 绝对的安全 是因为绝对的放弃 这个放弃就是人的出离心的实践 一个修行的人如果没有出离心 没有明确决决的出离心 你修一万亿节 都不可能出生死轮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所获得的都是无名 一切所拥有的都是无名的攀缘 一切所体验的都是业障 一切承载体验的都是业障导致的心灵 是分别 什么叫三隆体空呢 身口意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叫三隆体空 它本身是虚幻的 如何在虚幻的身心当中 去感受那原始纯彻 不动如如的大圆满的自在呢 就首先第一个要找到觉知 找到觉知 你就找到了圣灵与人类的交界处 我将三界内的神灵 包括凡夫啊 全部称之为这个凡夫俗子 三界内的从造物主开始 到不同境界的一个天主魔王 到人类认为的天人神灵 就会在法界的那种决性纯彻当中看 全部都是属于凡夫俗子 全部在无明当中 就是我们在无明当中 如何去处及到 一中法界的圣灵的这种 极要和极乐呢 找到觉知 如何找到觉知 第一步 让身心处在绝对的安全当中 安全是什么 安全是你的意识 不再分别你的记忆 安全是你心灵的感受 不再带动你心灵的愿望 因为你心灵的愿望 是非常明确清晰的 可以放弃自己一切拥有的 可以放弃拥有一切自我贪爱的 这个自己的这种 心持的贪恋 你能够在心灵当中 放弃自己最根本的贪恋 你就能够从贪恋的心持当中 解脱出来 这个第一步啊 身心保持在绝对的安全之中 安全感含有一种表现 什么表现呢 就是你可以拥抱你的仇敌 你可以在你内心深处的安然当中 你可以宽恕一切伤害你的人 你也可以拥抱一切 你所痛恨和仇恨的人 因为你没有对自我的保护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能够伤害到你的人 你可以拥抱一切苦难 你的心灵在拥抱一切苦难 在一切苦难的经历当中 是接受一切不与分别的 这个就是绝对的安全 首先一个 让安全感充满你心灵的感受和体验 让安全感充满你的大脑 大脑意识在绝对充满的安全当中 它会逐渐的放弃意识的分别 意识不就不再分别 因为意识对于概念的这种分别 摄取形成记忆 也形成思维的目的 是为了分析事物 为什么意识要分析事物 因为意识本身不安全不确定 他为了确定他才去分别 如果意识本身很确定 就比如你现在坐在一个地方 你的意识不会每分每秒都在想 我坐在一个里我坐在一个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确定你坐在这里 知道吗 就是因为意识 对于身心内外的一些习气和妄想 聚合成的境界 他不确定 他有危机感 他不安全 所以意识才会调动人的概念 记忆形成思维去分析 这一些生灭聚合的现象 这个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 一个表现形态 意识在一刻不定的活动 是因为他意识本身需要确定 他需要再通过确定来形成安全感 当你的大脑充满了这种安全感的 宁静的时候 意识没有了分别现象的动力 意识就会停止分别 意识一旦停止分别之后 你的概念记忆思维 就像是你穿的一件衣服一样 它就会脱掉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 通过意识的这个一根啊 可以进到心灵深处的这个认知当中去 什么叫认知呢 法师 认知是在意识背后 在意识生存 在意识尚未做出分别决断之前 对某一种事情 对某一种现象的一种感知能力 就比如说 你现在在听我说话呢 有个人在你身后走过了 你虽然在听我说话 但是你的咱们所说的迪欧碗吧 你会知道有人在你身边路过了 你在听我说话的时候 你的意识在听耳朵在听 但是你内心深处依旧可以认知到 是你的意识在听 是你的耳朵在听 也就是说你的意识 和你内心对意识的认知是两个东西 人的内心深处是有认知的 这个认知是什么呢 这个认知就好比 就是你见到我 你是通过我写的文章见到我的 通过我跟你说的一些法义见到我的 你通过你的思维分别 结合着你过去看了一些佛经 然后你理解了我所说的东西 从而确定 我讲的是正法的时候 你心灵对这个确定产生了认可 听清楚啊 真正确定我是真是假的 不是你的意识思维 意识思维只是一个 只是你用来探索世界分析 世界的一件工具 就像你拿了筷子去吃饭一样 意识是那个筷子 真正拿那个筷子的 是你心灵的认知 你心灵想要解答这个现象 你心灵想要确认这个人是真是假 当你意识通过分别 结合了过去的一些思想 达成了确认的时候 心灵里面那个确认感 那个就是认知 这个认知 就是你心灵里面认知 我是一个正法修行者 这个确定背后的那一种认知 那种清醒的理解 那个就是你的心灵认知 心灵认知怎么体现呢 心灵认知啊 心灵认知是在你的内心的情感和体验之中 它是你的 它是你可以去 非常细腻具体的去品尝你的体验和情感的一种清醒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今天有人骂你了 说的很难听 就跟着跟着造谣啊 就诽谤你 你的意识听到了这些话了之后 你的意识本身不会难过 明白吗 是你内心的体验在难过 哎呀 这边跟讨厌 这种反感 怎么这么无功身有呢 是你意识听到的 你的意识为什么不反感呢 因为意识没有反感的能力 意识是没有办法去处及到人的体验的 而你体验能够去反感 能够去排斥 能够去痛苦的那个体验 一定有一个体验 那个体验的一种清醒在 就那种在你体验和感受深处的清醒 那个就是你的心灵认知 知道吧 只有认知可以去体验感受 只有认知可以去品尝细腻的习气 将细腻的习气凝固成一个一个的体验感受 认知就是人心灵细腻的习气的那种波动 好了 这种认知啊 它是你情感和体验深处 对情感和体验的细腻的分别 这个就是认知 这个认知深处什么东西呢 这个认知深处啊 就是人的觉知 所以说是你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 通过正常的这种言而逼之声议的相续 接触到觉知 接触不到觉知 你就找不到解脱之门 接触不到觉知 你就只能在三界无相广袤的这些世界当中生死龙灰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是怎么去找到觉知啊 法师现在现在现在您在听我讲法是吧 您在闭上眼睛在专注的听我讲法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 你的一个徒弟或者是或者是我的学生 悄悄的捏手捏脚的走到你的背后去吧 你并不知道啊 因为你闭个眼睛 在听我讲法 你并不知道有人走到你的身后了 然后这个人呢 轻轻的用手啊 摸了摸你的脖子 把你的脖子后背摸了一下 然后你就瞬间 觉察到有人在摸你 对吧 这个觉察 这个觉察 这个瞬间的觉察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 你肉体的感受 第二个 在你心灵深处对肉体感受的分别 第三个 心灵深处对肉体感受的分别传导到大脑意识 意识对感受做出了判断 你就知道 哦 有人在背后摸我 你看 这个在这个一刹那间 在这个刹那间 你的身体的这个感知和意识相续的过程当中 首先 让你知道 有人在摸你的并不是意识 因为你的意识 在你意识形成 在你的意识 意识到别人摸你的那个前期 你的心灵深处的那个觉知 就已经对你心灵 对你肉体的感受做出了判断 然后再传导给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才能知道有人在摸你 在你的心灵传导 在你的心灵认知 没有传递的大脑思维之前 意识并不知道有人摸你的 是吧 包括你的身体都不知道有人在摸你 你现在好好想一想 现在有人摸了你的后背后背 轻轻的把你的后背摸了一下 在那个电光火石的刹那之间 真正知道你的身体被摸的 并不是你的身体感受 被身体感受本身 而是你的心灵对于身体感受的觉察 那个觉知 觉知到了你的肉体被摸了一下 然后那个觉知将这个感受 传递给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才会反映出来 我的身体被摸了一下 所以说 在你的意识和肉体的感受认知之内之下 深层的那个细腻的体验深处 那个是可以觉照你身心的觉知 那个觉知啊 就是生死的大门 那个觉知 就是三界跟法界的界限 你修行什么时候 能达到了你24小时 全部安详的安住在 你心灵深处能够觉察身心体验 觉察意识思维的这个清醒的觉知当中去 你就 离法界只差一步了 你就在三界的最顶端了 你就是七地菩萨 你就是造物主 啊 呃 我给你说一想 就是那个修行啊 修行每个人的修行 他都是一生嘛 都是一生几十年七八十年 你要找对的路子了 你就七八十年可以一世成佛 一世解脱的 要是找不对的路子 要是被人的这个六根六成六十 迷失在明相和向外攀缘的行驶当中去 那么按照释迦牟尼佛说的方说的呢 就是如沙蒸饭 用沙子蒸饭 是永远不可能输的 释迦牟尼佛讲过这么一句话 顺着圆通跟修啊 和不顺着圆通跟修 修行境界的这个差异 是相当于 呃 也就是顺着圆通跟修 修行能获得的这种功德和成就 一天的时间 相当于 不顺着圆通跟修 一节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觉知 是我们最初的在三界内的生命以外 我们现在的身口意 自我思想 情感体验 一切记忆 全部是生命被业 被妄想所凝固而成的 因缘流转的这种素式的业果 不要以为自我是真实存在 自我就好像是那个大海上面 海浪放进了泡沫而已 这个泡沫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生出来了 哎 在另外一个地方熄灭了 但是大海本身 不会因为泡沫的熄灭而熄灭 这个大海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大海就是我们身心内在 细腻的无限的无始结底来 相续成海的习气和业障 如果说你不能够看到 这个大海深处那个光明 你就只能跟着大海的波动走 海浪翻起来了 你翻起来了 海浪翻起来泡沫 你成为了泡沫 泡沫熄灭 你又跟随着海浪就翻滚了 这个海浪就是我们的习气业力 而大海深处的那个 极要的那个明光 它是大海诞生的基础 一切海浪是因为那个明光的移动 而产生了虚影的凝聚 那个虚影就产生出来了 生与灭 明与暗 动与静 那就是行音流 而那个明光呢 就是觉知 对于存在的分别 那个觉知就产生出来了 形成了沉在大海的虚空 觉知就是虚空 因为觉知是只是单纯的 只是单纯的清澈 觉知连分别都没有 觉知只是一种 纯澈的单纯而已 它确定 光明是存在的 它确定这个清可可存在的 它确定这种清体可以存在的 这个确定存在的 这个觉知 它是虚空的基础 它是空间诞生的基础 空间就是觉知分别的体现 觉知分别 对空间的认识形成了时间 时间又将空间进行了这个摇曳 分裂和相续 形成了光明的一些现象 光明的现象又掩盖了觉知单纯 形成了觉知之上的 这些细腻的这些 光明粒子的流动 就是能量 咱们讲的能量 这些能量相续成了一些 大小不同质量的一些物体 结果就会变成了层层层层的 三界从上往下的 共生世界 移别到我们人类世界 人类世界 三界内 三界最上层和三界最下层 它中间是以响应来划本的 就是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头脑 我的这个响应是以我的这个意识 和头脑来体现的 这个意识和头脑的这个分别呀 将我们内心的体验固化成了明像 明像就会有了个体 那我 你 他 众生像 对吧 有了众生像就会有了高低贵贱 就会有了过 就会有了现在过去未来 众生的生死形态 不脱响应的人 如果响应你不能够退 不能够从响应退到 行音流的光明大海当中去的人 那么你是不妥分段生死的 结果是你这一生死了 下一生还得生 为什么呢 因为响应就是将 心持细腻的习气凝固成为明像 而明像就必定会带动习气的这种感受 形成下一个对明像的追逐 追逐就是生死轮回 明像的更替 就是三界六道不同的境界 好了 如何从响应的这个明像当中解脱出来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绝对的安全感 能够让你的意识 如果就是只有绝对的安全感 只有头脑中绝对安然的安全感 才能够让意识不再思维 意识不再思维 意识的分别概念就不会再凝聚心灵的体验 不被意识概念凝聚的体验 就像冰融化成水一样 那个融化成的水 就是从响应进入了心灵流 它是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了 我们所认为的这个魔王啊 神灵啊 魔王和神灵是相对的啊 他们是同一境界当中 对于三界内的这个存在 有不同认知的生命 神灵认为存在是光 是爱 是慈悲 魔王认为存在应该是以欲望 应该是以暴力 应该是以这种强制的手段来维护的 而神灵认为存在是要以爱和宽容 慈悲来表达的 就仅此而已 这个就是魔王跟神灵的区别 但是这两种生命 在觉悟的法界的这个圣贤来看 都是属于众生 老百姓 就凡夫所索 他们都是属于迷茫众生 那么我前面跟你讲了这么多呀 就是今天咱们 今天咱们就是单刀直肉 只讲一个人如何去解脱的法 不讲那么多 那么多道理 去找到你内心深处的最原始的觉知 觉知有几个特点啊 给你们说一下 第一个 绝对安全 绝对的安全 没有任何可以处击你的危险 也没有任何可以伤害你的因素 你没有任何不能舍弃的自我 也没有任何贪着和恐惧 可以凝固这个自我 只是绝对的安全 绝对的舒适 绝知第二个特点 绝对的舒适 就非常舒服 很舒适 没有丝毫紧张 第三个特点呢 觉知是 纯粹的单纯 就它那像是光一样 非常单纯的一种 一种 认知吧 它是非常单纯的 对身心自我 对你的意识和记忆的 一种直观的 觉察 觉知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就是非常直观的单纯 它非常单纯 很直观 第四个呢 就是觉知是 独立于身心 独立于情感 独立于意识 独立于记忆 独立于你的喜怒哀乐的 一种完整 这个是觉知 觉知是时音 觉知是时音 只有你接触到 时音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说 你已经 已经跨越了 这个生死 就是你的肉体死亡之后 你不会死亡 就构成你的因素 已经在 这个觉知当中 你已经熄灭了 所以你的身体死亡了之后 你的 心实啊 他只是那种单纯的 那个光明 他不会死亡的 所以你就脱落身死了 觉知内在啊 觉知内在 是 熄灭了 觉知的无声 那个就是法界了 啊 觉知内在 是没有 觉知的圆满 那个就是 纯彻法界 那么我刚才所说的 那么我刚才所说的 由觉知产生的 这个虚空和虚空包藏的海洋 和海洋当中 每一粒海水 海水水珠当中的 庞大无尽的宇宙天体和世界 每一个世界当中的 从天人到蚂蚁 从人类到魔鬼 从上帝到 先人的一些无尽无量众生的 过去未来无限的浩渺 都瞬间成为了 隐隐错觉 就整个三界 在法界的 大绝海当中 只是 虚空当中的 一粒微尘 这个就是 就好像是你的 就好像你 就好像是你的眼睛当中 就眼光很清澈呀 但是眼睛 顿的时间长了之后 他会疲倦 疲倦的瞬间 眼睛当中出现了那种 星星点点的那种 那种光明 那个星星点点的光明 就是我们三界 浩瀚无尽的 过去未来杀尘世界 你一旦进入到 深入到觉知的本性 你会发现 觉知本身是不可得的 因为所觉的一切 都是虚幻的 那么觉知虚幻的 这个觉知本身就是错觉 这个觉知 觉知你的身心灵 觉知你的身语意 觉知过去未来 觉知世界自我的 这个清醒单纯的觉知 他本身只是一念错觉 而错觉本身是不可以获得的 不可以获得的 他熄灭了 或者他诞生了 都是不足为奇的 当你在觉知当中 不变真实的时候 当在觉知深处 不被觉知所扰动的时候 在觉知分别当中 不随分别移动的 那种清澈透明的解脱 那种圆满而无有移动的庄严 那个就是法界 那个就是一中法界 那个就是佛度的地方 或者说法界就是佛的身体 你这么理解就好了 就是说是法界呀 是圣灵的身体 圣灵怎么还会有身体呢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这个是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圣灵是以智慧感现身体的 就这么说法界是圣灵智慧的具体表现 而那个表现就是圣灵的光明声 这个就是绝明空一体一性的 不可分割的 没有过去未来熄灭了 使法界一切生灭妄想的寂静安然 他都像是那个伴随一个光明 而出现的那种明性 光明熄灭了那个明性 依旧是不移动的 光明是跟黑暗相对比的 光明出现黑暗消散 光明熄灭了黑暗 黑暗又充满了世界 但是即使光明熄灭了黑暗 或者是光明熄灭了黑暗 充满了世界的这个龙皇往复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法界的明熄灭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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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中都是法界的 清静 不动性 这就是为什么烦恼 即菩提呢 因为烦恼性本身就是菩提性 为什么因为烦恼 性空 烦恼是虚幻的 虚幻不可得就是如来的 庄严法性 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吗 所以修行只要你找这个路子 就会很简单 那么如何 如何从那个繁杂的 这些法意啊 修行方法啊 大礼拜啊 禅定啊 当中去找到究竟的法意呢 如何从你的身心烦恼 习其妄想 自我体验和 对自我维护的恐惧当中 找到你不生不灭 永恒不变的佛性呢 绝对的安全 让你的心 持续保持在绝对安全的舒适和清醒当中 你就可以在清醒当中 见到那个觉知 你就可以在舒适当中 见到觉知的单纯 你就可以在绝对的安全当中 见到觉知的清醒 你就可以在你心灵所见的一切当中 看到的都是觉知不动的 安然 明白吧 就是这个修行的第一步啊 就是要让人的这个身心处在一种绝对安全的舒适当中 如何去找到这个舒适呢 选择 啊 选择 你是选择佛法呢 还是选择你人世间的态度 人世间你也活了这么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 也跟你灌输了很多的这个标准吧 对吧 要就是要那个要助人为乐啊 要以人为善 要做一个真人君子 对吧 咱们要这个爱党爱国爱社会 咱们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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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如何 在人世间形成的一切的观念标准的记忆 它的核心一定是建立在自我之上的 就是一定有一个我去完成这些善举和善行 对吧 佛法告诉你的 佛法告诉我们的是身心如患 自我本身是虚患的 因为自我的分别而产生的这个世界也是虚患的 我们要从虚患当中解脱出来 离患寄绝 这个才是修行 所以佛法的整个的修行的核心 就是出离心 出离心 如何去圆满出离心 如何去实现这个出离心呢 那么就是对于你的意识概念和情绪感知的选择 你是相信佛讲的还是相信人世间的科学 还是相信人世间的理论 你是相信去掉自我的保护之后 你将可以获得永恒的平安 还是相信你的自我体验的那种维护 一定要去在维护自我欲望和体验当中 寻找自我的存在感 这是你选择的时候 这个选择这个修行 修行不在打蚊当中 不在看法当中 不在你的大礼拜当中 也不在你这个超金属当中 修行就在你对你的人生态度方向的选择当中 修行就在你的情欲执着和放弃自我的信仰当中 去选择 别人骂你了 让你不舒服了 首先你要做的 不是去分别对与错 不是去想这个人多么讨厌 不是被你讨厌别人的这个心和情绪带着走 而是要宽恕 有什么法能可以让人一个人 寄生成佛一世解脱 就这两个字宽恕 宽恕当中有忏悔 宽恕当中有祝福 宽恕中是上主永恒的平安 宽恕是诸佛无尽的智慧 宽恕 去宽恕别人 宽恕自己 宽恕当中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 第二个呢 就第一个这个选择 第二个呢就是要海量的缺乏 人的意识啊 人的心灵 人的心灵攀缘 人的意根形成的概念 这个概念又将人的体验凝聚成了名像 概念和体验 概念和名像相去形成了我们的记忆和思维 人世间的人是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结果 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吗 你们以为是你们眼睛看到的世界啊 你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光 你们的眼睛只能摄取光线的这种投射 光线透过你的视网膜在你大脑 通过视身经转成一个电信号 通过电信号在你的大脑的后半 大脑的中央这个可能是这个视网 视身经这个地方 再把它还原成为成为了这个视觉信号 你才能在大脑深处显现的 你才能看到头像的 你真正看到 你看到的世界是你的意识概念和你的心灵体验 凝聚的这些心灵的习气凝聚成的体验 和你的意识概念相去而产生的名像 各种不同的名像聚合起来而成为了世界 所以说世界根本不是你的眼睛看到的 是你的意识和你的体验聚合而成的名像 累积起来的 你们好好想一想 人类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的 这个真是像世界根本讲的 就是活在无名当中 你看啊 你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要相信我说的这一点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你知道吧 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你首先想到的这个房子的一个同时 一定是个房子的名像 你知道吗 这个它有墙壁有地板 有装饰物 这个装饰物的概念是什么 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地板 这个是墙壁 这个就是概念 而伴随概念的一定是 你心灵对这个 对这些具体物品的 不同的凝固的体验 每一个体验对应一个概念 每一个概念 携带着一个体验 不同的体验和概念聚合在一起 这才有了你所说的房子 明白吗 这个根本不是你的眼睛看到的 而是你的记忆调动着概念 你的体验调动着你的这种 呃 觉寿啊 就是你的这种体验 凝聚着你的这种觉寿 跟你的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 才会有一个你所看到的房间 你坐着的椅子 你扶着的桌子 你看着的灯管 以及看到这一切的你的心灵里面的认知 你认知这一切的存在的 你才会调动你的意识去分别 如果你的认知这一切的虚幻的 你一定不会去分别 就比如说 咱们现在是坐在一个3D的电影院里面 啊 3D电影 回头你们都要去看看啊 看看3D电影 3D电影的那个真实场景 和你在人世间看到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因为你心灵认知它是电影 所以你根本不会去分别电影场景里面的东西 因为你心灵认知它是假的 意识就不会对认知做出的这个假的这种现象 做出分别的意图 明白吗 现在反过来讲 现在你如果你的心灵也能像是认知3D电影的场景一样 认知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 也是虚幻的一场电影 心灵认知这个看电影的这个身心当中的自我 也是虚幻不实的 于顺而过的心灵的业障 你好好体验一下啊 你的心灵认知 认知了你的身心内在的这个意识和感受是虚假的 认知了你身心外面的这个世界也是虚假不实的 这个认知本身就会融化 哎 它就会变得很变得很轻柔变得很缓慢 变得逐渐的从认知的分别当中解脱出来了 就好像是你看了一场电影看得很激动啊 你在在在电影场里面哭啊闹啊紧张啊害怕啊 突然间有人把你拍了一下 哎兄弟 你在看电影呢 你不要用神经病好吧 哦 你才知道 哦 你在反应过 我在看电影呢 电影是假的 我怎么能为一个假的东西根本上心呢 哎 你要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你的心灵 你的心灵认知对于身心自我和这个世界都认知它是虚幻不实的像一看梦境一样的虚幻的时候这个认知虚幻世界的认知就不会被所认知的世界和自我所凝固所带动所迁移所紧张了 虚幻的场景伤害不了认知场景的清醒 明白吗 就好像是虚空当中的云彩流动 云彩是不可能伤害到虚空的 只有梦境当中 沉沦在梦境当中的人 梦里面的剧情才可能去伤害到那个执迷梦境的人 在梦境里面清醒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梦境的剧情所伤害呢 昏尘是伤害不了清醒的 习气是伤害不了清澈的 意识是伤害不了安全的 你的身心是伤害不了觉知的 所以你要保持在内心绝知的绝对的安全的清醒当中去 那就是修行 就是第一步呢 绝对的安全 安全从那里来呢 选择 第二步就是大量的学法 大量的学法 让法义替代你的记忆 让法义替代你的思想 当你的记忆和思想都被法义的概念和这种认知所改变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意识会越来越单纯 你越来越没有思维记忆了 越来越健忘了 不要怕 你健忘的时候 你的心是清醒的 或者说你的大脑越健忘越空白 你的心 心底里面那个认知就越来越明确清醒 心底里面的认知在体验当中越来越清醒的时候 体验和情绪 你的性格和欲望 你的执着和对自我的维护 就会越来越淡化西式 像那个冰块的溶解一样 由冰化成了水 那么在你西式的一个体验 西式的一个情感 西式的内心的觉出当中 那个认知 就会越来越舒适安详 就像一个透过水 透过水 折射出的光一样 久而久之呢 你的习气 你的欲望 都会在你认知的清醒当中 消散掉 认知失去了 所认知的习气 认知不再被 所认知的体验凝固的时候 认知也就消散了 消散的瞬间 那个就是觉知的纯粹 你就进入到了三界的顶端 你就是虚空的源头 你就是一切众生的命远 你就是三界的造物主 七里不造 再往下一步 脱落了这个 觉知的 气腻的 分别 那个就是无声变满的 觉性大海 那就是 圣灵的智慧 体现出来了 圣灵光明的形体 那个才是一根法界 那个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个才是我们原本的面目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就是禅修了 今天我录出了一段 那个禅修的音频 我亲自读的 回头你们每天都要去 去看 去听着我那个录音引导 去打坐 它那个效果就会非常好 听着我念的这个 禅修的引导去打坐呀 可以缩短你的 这个禅修 所花出的时间 获得非更好的这种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避开了你的身 心 灵 直接在和你的觉知对话 你是你们是找不到觉知的 但是我却可以很明晰的 很透彻的看到你身心当中的觉知 以及你觉知 深处和我同体一性的觉性 我们是一体的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是一体的 因为我不被自我所割裂 所以我在你们的身心当中 你们在我的觉性当中 我们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 只是你们被你们的觉知和意识 割裂了 就好像是在虚空当中 放了一面玻璃一样 这个玻璃折射了虚空 形成了光彩 就有了三界 那个觉知 就是那个玻璃 透明玻璃 就是称为时音 为什么时音称为核战 战入和核战 称为时边界 战入和核战 就是一块透明玻璃 我没有这块透明玻璃 就是我已经把这个 我已经在这个透明玻璃当中 已经 已经脱落了 它已经在我的 妙明绝满的 法性当中脱落了 所以说是我在你们的 身心觉知意识当中 你们在我的 觉性纯彻的变满当中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以后当你圆满了之后 我们就是一体一性 不会有任何分别的 因为过去未来一切 觉者只是同一个 觉者所化现 那就是你的自信如来 好了就讲这么多 然后回头了之后 你经常去听一听 就是我讲的法 你要入心 你要入心去听 因为它不是知识 你知道吗 我讲的一些法意 不来源于人类的知识 它是自法界 就像是光明 从穷顶一直到人间 它中间是没有阻隔的 它可以直接进入 你的心实深处 唤醒你的觉知 清晰你的身体 让你尽快的 让你的心 让你的心灵 觉知尽快的复苏 复苏起来的方法 好 谢谢法师 一个人的满心烦恼 就是人的欲望 烦恼很沉重的时候 你打坐是很容易入魔性的 我也就是在去年吧 去年开始 人才开始深入禅定 因为这个 因为再不禅定就不行了 再不禅定的话 我平常已经处于那种 大脑空白的状态 心灵 持续的存在 持续在那种很轻柔 很 很淡然的一种 体验当中 而大脑是空白的 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要打坐了 因为打坐的时候 它可以开发你的灵性 它可以将你的觉知 蕴含的一切灵觉力 绽放出来 我读过很多 印度这些瑜伽式的 这些故事 就这么说 就东西方 东西方这些宗教 我都是有过 一个设立和研究的 但是 我看了之后 我看了很多 这样的书籍之后 我就深刻的感觉到 单纯的这种禅修 瑜伽 太激励人的欲望 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你知道吗 法界的圣灵 就是永恒不动的这种极乐 你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是那些瑜伽式可不一样 但是他们不拖三界轮回的 他们虽然可以死后 在另外的灵性星球上面去当教主 去当法王 但他们永远没有办法 进入到自信 妙明的法界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境界和神通 是可得的 有所获得 就必定有一个 承载获得的分别心 那个分别心 就是你的觉知 你的认知 你的意识 这三者构成了三界的 欲界色界无色界 觉知是无色界 认知是色界 意识是欲界 但是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的修行 就是现在自己 我知道现在我的修行 已经很稳定了 就是在我平常的生活当中 内在的一些安详 清醒 自由的这种 通透吧 那种极乐的那种妙明 就占据了我身心内在整体 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 主动的修行了 就是我现在修行 只是一种舒适安宁当中 让思想和欲望 自动的进化的过程 我现在不再是主动的修行 和选择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可再让我去选择了 没有什么烦恼和习气 可以再让我去面对了 那么残存的那些烦恼和习气 和概念的那些痕迹 它们就像是春天大地上的冰雪 虽然还有 但它没有根了 它那个大地的阳气升起 它们就会自动 自动熄 自动熄灭了 这个就是修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进入的禅修当中去 因为这个时候的禅修 你是无所获得的 你将在绝对的安详和清醒当中 熄灭身心的妄想和概念的痕迹 这个才是中道 这个就是大中观的方法 我教给人类的 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流传下来的 真正大中观的方法 后来这种方法在释迦牟尼佛之后 在印度失传了 所以印度教徒才能将佛教徒赶出印度 大中观它是一切智慧的基础 没有大中观的这种 正确的道路是绽放不出来法性圆满的智慧的 你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办法去抵御 那些印度教他们对于宇宙的认识 他们认为宇宙是由摩耶和原子构成的 摩耶就是上主 摩耶就是诗婆 是摩耶的这种决心的力量 将最基本的原子组合成的能量 他们认为这个是宇宙的源头 如果你不超三界的话 他们的理论是对的 他们所说的摩耶就是我所说的觉知 三界的造物主 他们说的原子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觉受的习气 就最基本的原子 就是时间和空间构成了这个 这个宇宙整体 然后觉受的这些细腻的体验 形成了能量 牵引着觉知 或者说是觉知 塑造能量 然后又塑造了不同的空间 这跟外大是一模一样的 你知道吗 三界内 在三界内的这个法呀 无论你的角度不同 那个层次有所不同 表象性有所不同 机制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是你通过三界内 任何法门的这个禅修方法 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六道轮回 你终究有一天 你的这个能量 他也会有沉住坏空的衰减 你的福报功德 也会有沉住坏空的熄灭 你还得到人世间的轮回 这是很苦的 也许你可能在别的灵性星球 当教主 当皇帝 当法王 当个什么多少亿年 多少亿节 你觉得很漫长是吧 在法界当中 他只是在一瞬间当中在移动 法界是没有时间的 过去就是未来 未来就是现在 所以说呢 我跟你们讲 就是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堂法 包括今天我所录制的这个禅修引导 现今的人类是很难意识到他的珍贵心 因为人类很难跨越时空去看真理 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成的 那么多人都在讲 可是我告诉你 在慢慢历史上能够穿越时空 流到未来的只有究竟真理 未来的人会知道他的珍贵 未来的人会知道真理的味道 因为他可以使人的灵魂顿超无名 他可以使人结束无始节来 永无终止的绝望的六道轮回 这是唯一的道路 那么今天我给你们讲的这个这个禅修的方法呀 它的建立的基础啊 还是在海量的学法上面 学法可以进空你的意义 可以进空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欲望的执着 欲望的执着进出了你的感受的体验才会淡化 你的概念记忆的概念清楚了 你的记忆你的思维的方向才会改变 你的思维的方向改变了 他就和你的进化的角色又形成了更相续 他就从恶业变成了善业 从龙回变成了解脱 从执着变成了出离 你就行走在八正道上了 不是释迦牟尼所讲的八正道嘛 就是要正行正言正思维正精进正定 八正道就是记忆概念的替换和情 和那个体验欲望的进化 就这么简单 那么现在我给你们讲的这个禅修 回去了之后 要要要认真去听 按照我说的那种那种那种方法去做 因为我现在每天晚上也是在打坐 打坐的时候 现在我一打坐这几分钟之内 整个这个身心深处的这种 绝对的安全感就充满了大脑 充满的是心灵 然后逐渐的 就像是那个光一样 从基柱啊 从我心灵背后的这段基柱开始 丝丝丝丝的安详和舒适进到大脑 大脑被整个的安全感充满了之后 它是光明的 安全感本身是光明 光明它就会熄灭的分别 意识就脱落了 然后那个光明的顺着基柱 然后一节一节的会 然后然后顺着那个基柱 透出到人的心脏里面来 心脏也被安全感的充满了 安全感的光明就熄灭了体验 基柱从上到下从下当上 它会形成一个像光柱一样的整体 然后一个光柱顺着人的经络 将这些安全明晰的能量布满整个的身体 你们听我那个全球引导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你要真的是很用心的话 你就会体会到身心变得透明 你的内在你的内在是透明的 就是在透明的安全感当中 是没有你的自己的 也没有你意识分别 也没有你自己 它就是透明和绝对安详的极乐 你心灵觉知还在 你并没有死去 也没有出去意识 只是你的意识不再带动你觉知了 你的身心内在整个充满的喜悦安眠 是非常清醒而觉到你的一丝一念的那种 纯粹的单纯 这就是全球的目的 全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内在的觉性 从我们的身心 这个黑气筒当中清醒过来 传宗将我们的身体 身心六根意识称为黑气筒 什么叫同底脱落呢 就是这个黑气筒不再掩盖你的决心清澈了 那个叫同底脱落 虚空粉碎大地平成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您在常识的这个程度啊 记住了啊 当你体验到你的这个 基住当中 思思虑的安详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潜在的意识 抓住这个安详 这个安详才是你自己 啊 将你心时的注意力 住在这个安详当中去 住在这个舒适当中去 这个舒适才是你自己 因为有舒适才会有不舒适 知道吧 因为你的身体都是不舒适的 才会有舒适 所以说当你的把你的心时注意力放在舒适当中去的时候 你的身心的其他地方那个不舒适 他们就会体现出来了 当你不认可这些不舒适的时候 就要去改变它 用舒适去同化它 久而久之 基住的舒适安全 同化了改变了身体 其他部位的不舒适 你就整体的安详了 安详本身是光 光本身是透明的 这个是最快的参修方法 有师兄提问老师 如果有可能 是否可做一个基金会 去帮助自闭症的家庭和孩子 可以啊 没问题 自闭症的孩子的话 实际上他们是缺乏安全感 让他们去那个听听我的禅修 听听梦 或者养养小动物 都能改善的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 不要不要去收费 不要去用它赚钱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里面 它牵扯了因果 你只要不碰钱啊 你做的这一切啊 它是一个纯粹的善心 利他的 你做的这一切 它背后会有神灵的支持 它就会有神迹的出现 你们看很多人通过那个禅修啊 通过引导或者听梦 好了 但是那是因为 我对一切中生是没有要求的 没有任何的索取 我付出的只是纯粹的真理 那么你选择真理 那是你生命的选择 和我没有关系 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情 我们之间没有利益 没有任何交换以获得 你选择的真理 那是你和神的契约 那些法义背后的神灵 就会改变你 就会 善解你的这些因素的 这个业缘 才会有 康复的这种 这种事情的出现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 人世间的盈利 盈利机构 一旦沾上钱了 这个性质就会变 一旦沾上钱了之后 人心贪婪 一旦起来 魔王就会出现的 这个非盈利的一个事业 但是不能以你们的项目 和这个工作去赚钱 这个是我的要求 好吧 一个人修佛的道路 有千万条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根性 可以开辟出来 不同圆满的方法 做一个心理里面 相信有神灵的人 你的相信 就会跟法界的神灵 相互相依 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一句话 其实是 我在你们的 这个法界的圣灵 在三界众生 每一个众生的思想 记忆 意识 情感 体验和自我当中 而我们在 法界圣灵的 决心变满当中 神跟我们是一体的 从来没有离开 当你的内心 对神充满了 敬仰 渴望 敬畏 崇拜 的时候 神灵就会通过你的身心 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 纯洁性 你身边就会有护法 你内在的那一些 孤独和不安全感 就会 被神灵的光明所融化 在这一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